沒錯 其實我今天來負責教一下冷水好了 第一 國民黨四年之後想拿回臺北市 當然想 可是你的人在哪裡 四年後國民黨能選臺北市長的人 照理說現在應該要浮出檯面 現任的市議員裡面 我看不到人 現任的臺北市的立法委員 對不起 我也看不到人 清秀駐獎團 你是講笑話嗎 沒有 我也是 我這人從來不講笑話 對不對 所以我看不到人 然後未來四年看起來國民黨也不會執政 所以也沒有什麼政務官 突然有一個明星級的政務官辭官參選 臺北市長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國民黨四年後 我覺得基本上要拿回臺北市 並不容易 並不容易 除非柯文哲犯了非常大的錯誤 這個錯誤大到足以 讓他的支持度往下滑 踢臺座這個民調不意外 就像剛剛周杰講 他是一個暫時性的狀況 因為被炒作的太兇了 所以大多數人其實看新聞事件 就是看表面 他不會看得這麼深入 柯文哲現在的狀況 有點類似一九九四年的陳水扁 陳水扁當時也是在臺北市 因為第一次非國民黨籍 當上臺北市長 又是第一屆民選市長 所以當時臺北市議會黨團 而且是過半的 就極力的杯葛他嘛 你要到南部服選 我就給你開臨時會 然後叫你專案報告 就搞到你下午晚上七八點才能走 可是當時的現象是這樣 陳水扁在臺北市被罵得越慘 他到中南部掌聲越大 有一年我記得臺北市議會 把他的坐車的油料費全刪了 我不讓你 我不給你車子坐 結果你知道嗎 既然有人第二天一早開著 計程車到市政府門口要去接他說 我來給你載 然後到中南部去 大家是那種熱情 給他擁抱 給他溫暖 所以最後為什麼臺北市長連任失敗 但是可以選上總統 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柯文哲在本質上 跟陳水扁當然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兩個完全不同類型的人 陳水扁是一個政治動物 他的演講 他的聲音 他的群眾的煽動力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無人能出其右 在臺灣的政壇裡面 那柯文哲的魅力是另外 另外一種形式的魅力 不在於他的外在的表現 我覺得他的魅力來自於 比較像他的人格特質 還有臺灣的選民 這幾年來對政治那種虛假的厭惡 傳統的苛舊 希望打破的那種慾望 所以會在他身上投射 很多的感情跟期待 可是柯文哲剛剛講到說他用了很多這個流浪漢 也好或是他自己講 所謂的政治浪人也好 這些人 戴基權 洪志坤 張藝善 他們都是有能力的人 這個我都同意 他們都是有能力的人 戴基權 因為以前沒有在政壇過 那像其他人 包括像洪志坤 像張藝善 他們在政壇 其實大概都超過二十年了 那他們都有能力 可是他們為什麼不會成為其他人的班底 為什麼會變流浪漢的意思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浪人 我們知道浪人 這是這個名詞來自於日本 浪人是一個武士 但是他沒有老闆 那他可以隨時 提醒打字 浪人 不是爛人 不要打錯 是浪人 那浪人有一個特質 就是以日本的武士的浪人來講 他的本職學能非常好 就是他的武功很好 但是呢 他可能 第一 他可能不容易被駕馭 所以老闆就階段性的用完 他之後 你可以走了 那另外一種就是 可能他的人格特質上 並不適合跟隨一個固定的老闆 那柯P要用這些人 我沒有意見 可是你有沒有試著 去了解這些人 就事實上你 你了不了解 你現在身邊用的這些人 他們為什麼會離開他的老闆 或是說他的老闆 為什麼不要用他 你有沒有試著去理解過 那柯P很聰明 可是我很怕是 聰明的人到最後 可能會被聰明所誤 他可能 柯P可能覺得聰明到 我聰明到 我可以駕馭所有的人 可是 阿芳我問過他 他沒別的選擇 你想他從想要選舉 因為他的確也沒有班底 這是事實 我選上不過才一年嘛 我記得有老闆的人怎麼會來 他當選的十二月一號那天 我私下就問過他 他當然非常知道他身邊是 牛鬼蛇神 對 他知道就好 而且我非常知道他現在知道他身邊的牛鬼蛇神是怎麼一回事 不只是浪人的問題 是各種勢力的鬥爭的問題 我覺得他在等時間 你剛剛年華講得很對 就是說這些人為什麼別的老闆你留不下來 因為老闆也不一樣 老闆也不會 當然老闆不一樣 這個老闆叫柯文哲 我覺得就讓柯文哲做一個政治實驗吧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有私下就在談說 如果柯P當選之後 臺北市會變得很奇怪的一個市政府 他就是一個政治實驗階段 或許現在確實是如此啦 但是我覺得他小錯這樣一個一個的 那是因為大家放大鏡看嘛 而且現在是看得到 以前馬英九時代是看不太到的 馬英九時代現在回想起來 一個秋小妹妹那個從臺北轉到臺中死掉了 那個事情情況 還有加上那個SARS的時候 一個和平醫院 弄得跟那個 跟那個難民集中營一樣 那個情況比這個嚴重一百倍耶 那個時候我們的媒體是這樣搞嗎 對 我 我 我還要再補充一點 就是我覺得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運氣很好 就他每次被成為媒體的這個被檢驗 或是被攻擊的標的的時候 都會有人出來解救他 譬如像這個波卡這個風暴 徐庸庭 救了他 徐庸庭就救了他 因為他把金小刀給扯進來了 然後太古達人風暴 監察院又救了他 對對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說實在 其實從政運氣很重要 我想很多政治人物都不能否認這一點 運氣真的很重要 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運氣都還很好 我也希望他這個好運氣能夠維持下去 那我覺得做一個地方首長 最基本的還是說 你只要拿得出政機 我覺得像這種 這種什麼波卡 這種小風暴 其實根本不會有人炒作 你把政機都拿出來之後 其實這些東西 大概大家市民 我們根本不會在乎這種東西 因為我一直還沒發言 我覺得我必須要講話 摔倒摔破皮 對 一小時都沒有輪到我 應該可以輪到我一下 對 免得大家說 後面一小時都要拿了以後呢 還不講話這樣實在太過分了 對 我認為就是說 政治裡面它有非常多的散位棋 那陳德扁 馬英九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散位棋 對 那其實全台灣準備好一種特殊的散位棋 就跟大家講的就是 政治的實驗棋的散位棋 就是說我們接受 不是美國學歷的博士 我們也接受 長得不是那種很漂亮的明星臉 我們也接受國語講的不標準的人 但是我們更接受 你講話要講真話的人 對 可是我們同時接受你用的人 可能是各種奇奇怪怪的 不是我們以前經典講的話 講出來都很像那種 發言人的那種人 好 那以上這樣的人 如果你的組成的結果 最後還是比以前的好 那我們願意接受你 繼續實驗 對 因為你總的是比以前好嘛 那以前是努力把各種問題都蓋起來 讓大家沒發現 然後各種問題越蓋越大 終於蓋到現在是二十五兆的負債了 然後所有的問題呢 都盡可能幫某些財人掩蓋 然後讓小市民去承擔 這是現在所有人感覺到不滿了嘛 那這不滿現在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百分之九十的爸爸覺得他自己快跑路了 百分之八十八點五的人覺得自己晚年會無依無靠 也許包含彭P 他最近了了五千萬 好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整個社會他其實就期待 一定要有一個階級性的改變嘛 這個階級的改變已經不僅僅只是小老百姓耶 是連中小企業的老闆都是如此耶 好 那也就是說顯然舊的政治從事方法 不能夠讓我們滿足了 而且一定沒有出路 那我這時候不如給一個新的試試看 那到目前為止我老實說 都已經超出原來的政治上的預測 說他的散位期大概多久就沒有了 例如黃偉哲說的那個沒發生 所有民進黨原有的舊的立委證人物 都說哪個哪個 他就說幾個月他大概就散位期就過啦 已經超過啦 好 老實說這個散位期 遠遠超過原先大家的預測 那我就長期的這種 這種類似民意調查的方式來說 我認為他的散位期不會那麼快就過 我認為他至少會八年 因為你過去看 陳內扁至少撐了十二年以上 如果再加上立元階段的話 那馬英九撐得更久 可是那個時候當然是因為舊時代 因為還沒有數位化 他會用一種比較緩慢的方式撐比較久 而且因為比較不容易爆洩 就是說你出狀況的時候不容易被爆出來 因為有媒體幫你蓋住嘛 那時候老三台時代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當然就是多元的會來攻擊你 而且大家的汰換率會比較高 所以我認為呢 如果綜合這幾項因素來看 總的來講 柯文哲他至少會撐過八年 而且別忘了喔 他如果更聰明一點 如果他在全國性沒有辦法非常討好的話 他只要去選高雄市長或台南市長 他一樣又在八年在新生囉 如果他從這條路來走的話 好 我講真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南北的流行趨勢 他其實是漸進的 他不是一下子的 我舉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嘉義是最喜歡流行的是說 方明會快要當內政部長 當教育部長 然後那個所有記者都深信無疑 我說你如果在台北中央的那個記者圈裡面 你就知道這一定是假的 沒有這回事 大家都知道不會發生 可是地方會覺得說 這些宣傳是真的會發生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說 這些事情果然在過去 蠻有執政的七年多裡面 不但沒發生 而且完全沒發生 那這個為什麼會有這樣落差 就是南北上 他的這種所謂政治文化流行的差異 所以柯文哲最簡單的方式 他要延續他的政治生命 除了在臺北以外 他就接著往南走 他用一個很簡單的說 我繼續改造南臺灣的政治生態 你以為他現在二十歲 他現在年紀也沒有非常大 你知道陳唐山在台南參選到八十歲 所以真實的 他真實的 所以他給我很大的鼓舞 就是他還可以幹到八十歲 你是在跟宋楚瑜表態 宋楚瑜他到現在七十四歲 還是選總統 是吧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 他如果沒有急於要去搶 那個所謂總統的位置的話 他單是臺南市高雄市這幾個發展 他都足以去改革 而且非常有意思 薪水其實也沒差太多了 而且他的改革範圍 其實也可以很實在 所以我們從這些角度 總體來講 我認為柯文哲的現象 尤其他其實不算是一個笨人 我們都知道他是有創意的 所以如果他的政治判斷 不要差太多的話 不急於去搶那個最終的位置的話 他的政治生命要延續二十年 都完全是可能的 寇姐你的表情有點訝異 其實選臺北市完去選高雄市長 臺南市長 柯皮可能覺得你 這樣低了他的企圖心跟願望 他做二十四年市長 他要把六都市長全部做 三都全部做一輪 三都以後 他就總統我們當選了嘛 其實這個都小事 這個最近這些都是就是傷個 我們小時候騎腳踏就摔倒 膝蓋上什麼都有就結束了 柯皮是一個比較別人很難打他的人 就是因為他有他特殊的人格特質 跟他的一個人生的背景 你知道他念金鋼筋的 然後他又每天跟生死在一起 但我們覺得很辛苦的狀況 他可能覺得不以為意 我們不能用正常人去看他 我們覺得不以為意的地方 他可能覺得很辛苦 他最唯一的就是他老婆回家 他老婆看老婆哭 我覺得他覺得還蠻麻煩的 所以就讓他去學習 他他可能真的可以改變 臺灣的政治文化 我覺得明年 我想是一定可以 當他全部改變的時候 那有些人可能就要被海浪給淹沒掉 那新的一代就起來了 你怎麼知道時代力量這些 他不會很快就接班呢 或者是民黨的新生代 甚至於這個國民黨裡面 也有清秀珠兩團也不錯呀 也不要小看人家呀 我覺得 看看新生代吧 我只要補充一件事就好了 其實我們現在在臺北市 你永遠不會擔心某個建商 他會透過他特殊的手段 去取得臺北市的土地 然後讓這個貧富差距變大 這件事你在柯市長任內 你是看不到 我覺得這部分 這我倒覺得我擔心他手下的人被蒙蔽 對 那如果是手下的東西 當然是沒有 現在文化 這個我們說的這些負責 現在跟土地有關的人 都已經是被大家所監視的 但是我們其實最關鍵的事情是 當然在我的立場裡面 Yoyo卡是一個五百億現金流量 那麼大的一個一家公司 那當然如果他的總經過董事長 有讓他覺得有點不太誠心的地方 當然是該讓他下來 可是回來這件事情 為什麼柯市長沒有讓他下來 因為柯市長短時間 他沒有去對大衛期許 如果今天是一個有對大衛期許 一定是斬立決 不過回來我們說的重點事情是 今天柯市長他所代表的事情 就是大家認為臺北市在過去這幾年 尤其是馬英九 郝龍斌 這十六年下來 真的臺北市爛到爆了 那麼當有一個人出來的時候 我們講的簡單 當時所有的所謂利益團體 包括那些議員 在馬好這十六年吃香喝 那些人看到柯市長一定是什麼 視為叩籌嘛 那當然抓到任何的一點 叩籌對吧 對 對 吵戒叩籌 對 叩籌嘛 叩籌也念對了 是吧 好 對 我不怕我這個發音不標準 所以這麼說起來 對不起 所以當然一丁點的事情 一定要給他放大嘛 要不然這些利益團體 將來怎麼可以取得 臺北市利益團體的利潤 你看一個大巨蛋裡面 就可以讓遠雄獲取 將來多麼驚人的利潤 所以我們這要講得白一點點 或許現在這個民調 看起來有點低落 而我請問一下 安倍也是曾經民調調到50% 但是沒有人認為 安倍對日本沒有貢獻 沒有人認為安倍要被拉下來 司法兩岸年金這些 都是大家關心的 可是對不起 沒有具體項目 你只用一個民粹兩個字來包裝 你不覺得這樣的東西 對台灣民主來講 它是一個很廉價的一種做法嗎 請讓人去花那麼多時間去講它 它就是個神經病的操作 你理它